在四川绵羊的大山深处 中国藏了一条龙 这条龙在过去几十年里 不断的在吞云吐雾 它搅动了亚洲的风云变换 也让大洋对岸的美国专家 头顶乌云密布 这条龙就是中国自主研发 并已经投入使用达50多年的 高超声速风洞 这条直径1.5米 长度达到10米的风洞 承担了五国绝大多数导弹 和战斗机的高空高速飞行测试任务 它最早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组建 提出建造中国自己的高超声速风洞的 正是秦学森秦老 它在二战结束后 就敏锐地修学到 未来人类争夺的制高点一定是天空 而如何让人造飞行物 能够在不上天的情况下 就能模拟出上天飞行所处的环境 是一件非常难以解决的科学难题 为此 它紧跟世界潮流和前沿科学 提出组建中国自己的超高音速风洞群的建议 并最终一锤定夺 获得了上级的批准 而同一时期的亚洲其他国家 根本没有实力 也没有预见到这种设施的重要性 因为有了自己的风洞群 中国在这之后的导弹设计工作 已一路畅通无阻 可以说 没有四川绵羊的这条龙 也就没有共和国如今的振国重器 东风导弹 更没有之后的各种超音速战斗机和防空导弹 历经数十年的风雨发展 如今中国早已在高超声速风洞的延致上 处在世界最紧急的位置 根据科学网近日报道称 国家重大控影器延致项目 爆空驱动超高音速高海激波风洞启动 会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环柔远区召开 这意味着我国在高超声速 激波风洞的影视工作上 已经超越美国 这个风洞群能够模拟 每秒十公里的飞行条件 未来下一代国产高性能战斗机 高超声速武器 以及下一代弹道导弹的测试任务 都将会再次展开 曾经英朵被侦查 珍藏在西南大山深处的这条中国龙 如今终于实现了一飞冲天 彻底飞出了这座 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大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